穿著同樣的深藍色上衣 藝人黃紫嬌持有未成年不亞騙 遭檢方起訴後 三度前往臺北地緣開庭 到底還有幾步騙一下 不過這次黃紫嬌開庭 僅半小時左右就結束 全程不發一語 在律師陪同下搭車離開 上回開庭檢方追出黃紫嬌持有不亞騙 從七步增加到四十八步 一共四十七人受害 但黃紫嬌卻主張無罪 持有不亞騙是修法前 最高僅罰款十萬 並且無刑責 但若是修法後罰金最高三十萬 也會有前科紀錄 當時檢察官震怒 擬定將申請傳喚 孟耿如出庭作證 法界人士表示配偶以及直系血清三等 旁系血清或有婚約者 法定代理人都可以拒絕作證 黃紫嬌立拼無罪 但隨著被害人數增加 想全身而退恐怕沒這麼容易 三連續的陳銀翔 許相遇 全軍小組台北城報導